有了这个空间交换机 只要圈出一块地 就能把世界上的任意地方给换过来 大熊把北海道的雪山搬到了家门口 却把小夫一家人给坑惨了 那天小夫叫了大家来家里玩去放了大家的鸽子 因为他全家要去北海道滑雪 到了目的地之后 还专门打电话给大熊来炫养 这里的雪可好了 轻飘飘软乎乎 你可千万别羡慕哦 唉 说了你也不懂 反正你连滑雪都不会 大熊一听就怒了 他今天开始就要学习滑雪 蓝胖子快把你的任意门拿出来 可惜任意门现在被拿去维修了 蓝胖子只能拿出了空间交换机 拿着这个粉底在地上画一个圈 然后选择指定的场所 就能把圈出的那块给交换过去了 屋子里瞬间多出了一棵小树苗 这就是从院子里交换过来的了 大熊马上在房间里圈了一块更大的地方 竟然直接把滑雪的场地给换了过来 就这样 他在家里练起了滑雪 可是这么点地方根本伸展不开 他当试了两次就摔得四仰八叉 妈妈正好让他去记信 大熊就把雪山换回去 又把油桶给换了过来 这下投完信只要再送回去就好了 随后 大熊又干脆把镜箱给交换了过来 打算用这个机器带着镜箱环游世界 镜箱想去巴黎的香榭力射大盗 然而能够换过来的 就只有一棵树和普通的柏油路 这么点范围根本没感觉吗 然后大熊又在小圈子里召唤出了亚马逊丛林 珠穆朗玛峰的山顶 非洲大草原的狮子 甚至还有夏威夷的海边 蓝胖子去买了个铜锣烧回来 本以为大熊在练滑雪 结果他却在泡妞 蓝胖子把大熊狠狠训了一顿 让他把镜箱送了回去 滑雪练习继续进行 为了有更宽敞的场地 他们趁着半夜把整个公园都圈了起来 这下他们终于可以把一整座雪山都交换过来 看上去真是太壮观了 就连路人都被惊呆了 大熊一看到雪 就忍不住玩了起来 还得蓝胖子提醒才想起要练滑雪 两人穿好装备 从山顶上冲了下来 这下没有场地的限制 大熊也滑得顺流了很多 虽然刚过了三秒 他就把自己给滚成了大雪球 但是比起刚才好歹算是进步了吗 大熊一遇到挫折就想退缩 这下竟然说想要等技术更好了之后再练习 可是不练的话又怎么能好呢 蓝胖子气得背景颜色都变了 对他发了好大一通火 逼着大熊继续练习 大熊没有办法 只能被迫继续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滚成了大雪球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夫一家也在这座雪山上 小夫掉进了雪洞里 小夫爸妈费了半天劲才把他救出来 一家人就这样迷了路 根本找不到旅馆在哪里 小夫爸明天还有工作 小夫妈明天要参加茶会 小夫本人也还得上学呢 突然间 他们发现路边有出租车驶过 这简直就是天使降临 三人一脸兴奋地爬上车 让司机送他们去北海道的旅馆 司机满头问号 但是为了赚钱 他还是答应了 大熊那边玩够了之后 就让蓝胖子把雪山又换了回去 现在地形是还原了 大熊却看着小夫一家人坐着出租车 从眼前驶过 这下他们竟然要从东京一路开回北海道去 这个出租车的车费绝对是天价了呀 好了 本期问题 你最想要去哪里旅游呢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明天见